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10月16日 星期日 其實我昨天已經想說這件事 不過我就想不要多吃花生才一次過說 看看網民反應才一次過說 這件事好像是昨天正前日爆出來 這位男主角相信大家對他的樣子應該不會太陌生 因為他就是在學士學非裏面做專家嘉賓的火博士 他的名字叫做陳君傑 Jason 其實是科大化學系的講師 近日他就捲入了一宗陶式風波 有一位自稱是科大的女學生 他的名字叫做Cenobia 在他自己個人的社交網站發文 詳述了他和火博士相識的經過 在他那幾篇發文當中 他提及過自己是A0 也是一個尖主教徒 而他和火博士在2018年的時候相識 大謊說都五年前 當時他認識了這個火博士 他一直都強調他和火博士是朋友的關係 他也提及過火博士本身自己是有一個女朋友 有一個固定的女朋友 但是他們的感情就一般 更加在Cenobia和火博士之間 他曾經試過一段日子 火博士幾乎每晚都在他科大的辦公室裡 那張沙發上面抱著Cenobia睡覺 但是他堅稱 Cenobia一直都跟火博士是朋友的關係 他一直都在他的文中都很強調這一點 直到2020年的9月 他終於考入了這個科大 原來他不是他的學生 但是他2020年就考入了科大 咦? 一百年認識他 已經會經常到他辦公室裡睡 即是和他一起睡 的朋友 會不會也有點因為他 所以特地要考入科大 這些不知道 這個是我自己猜的 總之 開始這段關係的時候 他就不是他女學生 他剛才說 他入了科大 好了 事情就發生在他入了科大之後 清清 因為他就說 他自從他入了科大之後 他就每次去到他辦公室裡見火博士的時候 火博士都會叫他幫他打飛機 這個女生更加說 其實我真的覺得 這件是我人生中做得最錯的事 我是天主教徒 而且A0 我覺得這件事很髒 更加就說他自己 事後還去了這個聖堂 就慘悔的時候 真的覺得自己很髒 他更加解釋 其實他由第一次開始 他很害怕 他不敢推他 他不敢拒絕他 更加覺得 後來 誰知道大家就越來越相熟 他不懂得去推一個朋友 他說 如是者 大家就越來越相熟 那這個聖堂比亞 就覺得 我更加不懂怎樣推一個 這麼相熟 這麼要好的朋友 所以他幾乎 他就說到 幾乎每一次見面 每一次去他的辦公室找他 他都會要求他幫他打飛機 去到後期 火博士更加 開始把他的頭推上去 就是叫他推他 去演奏中樂 最初都說過 那聖堂比亞提過 火博士其實是有個女朋友 有個stable 拍了多年拖的女朋友 唉呀 不過 可惜 直到是三個星期前 即是九 他說九月左右發生 三個星期前 終於 就被火博士的女朋友 發現了聖堂比亞 這位朋友的存在 所以他們三個就大吵了一場 即是火博士 聖堂比亞和他女朋友 即是火博士的女朋友 三個就可能吵了一場大吵 火博士馬上就 unfollow了他的IG Facebook 亦都刪除他的contact 或者可能因為火博士始終 被律藝東窗事發 要哄女朋友 女朋友 主動就說 喂 不是呀 其實是他主動勾引的 這樣 這個是神奴比亞歷史的說法 其實他出這篇文 很大很大的原因 都是想幫自己的澄清 不是我勾引他的 是他叫我幫他打飛機 就是這樣的 其實他主要會出這幾篇文 我覺得有感覺 他的意思是這樣 他都提及過 我知道 有些人都會覺得我該死 我不懂拒絕 我做人 是我做第三者 是我壞 作為一個女人 我並不是幫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在齊人之福的 火博士的說話 而是我覺得這個女生 有些神邏輯 就是他講到 說和火博士 開始會抱著你 慢慢抱著你 在沙發裡睡 這樣你都覺得 還叫朋友 我想火博士 自己都不是這樣想 只是他們開展了這一段 其實都屬於一段 不正常的關係 大哥 其實五年 這五年來 由他第一次 開始叫你幫他手入 你不投訴 你不唱衰他 好啦 再推你的頭上去 你都不唱衰他 偏偏在人家東窗事發 跟你割清關係的時候 你就唱衰他 力數到他人渣 那說真的 這女兒其實她有說過的 她說 因為她覺得每次和火博士 見完面之後 火博士都會說 我要找女朋友 借些衣服離開 她覺得自己好像香口膠 被人照顏鬆 所以她已經為了保護她自己 那就留下了她 包括她DNA的精液 錄音 那些對話紀錄等等 所以她甚至乎每次 幫火博士搞定完 她都會把時間記錄下來 我個人小小看法 很明顯這女兒就是 你跟別人發展了五年的關係 不過 搞錯 發展了五年 只是走淫 沒有牙 這個又很奇怪 火博士這麼有趣 只是在辦公室不方便 埋牙 也不是 你如果說到不方便 打飛機也不是那麼方便 那你也做到 埋牙 實在有不時太 有什麼問題 不過我也想到 可能她不是說自己是天主教徒 因為天主教徒 就婚前性行為不行 所以就用手 那你這個合格 其實用手 甚至用口 又不會有BB頸 不怕 都不是性行為 我都不知道究竟是我的價值觀亂 還是她的價值觀亂 但很明顯就是 其實她根本就是一直 就是 那個情節很明顯 你不可能是 你是那麼反抗 你是那麼害怕 但你又經常去找那個人 對不對 他拿支槍指著你的頭 要脅你一定要打飛機 不是這樣的 那你顯然你的角色身份 甚至可能在火博士的心目中 就是一個小三 火博士就是一個 響齊人之福的仆街 沒有什麼的 當然她為人私表 就是響齊人之福的仆街 事實上都不應該做的 其實都不說為人私表 男人都是不應該做的 我作為女人的角度來看 而剛才我都提過 為什麼我今天才說 是因為我想再看看 有什麼花生吃 果然是有的 我看到很多很多的留言 就是 senobia自己有些post下面的留言 我有一些覺得有很多post 應該是她的同學 就是科大的同學 就是知情者 當然一些微精眼淚的網民 就是一夜揭穿你的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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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種 就是有些網民都心髒很清 很厲害的 順便一提 Aneva Senobia本身在網上 都有不少性感的照片 例如有些泡泡肉 就是穿著bra的照片 都不少的 漂亮不漂亮 見仁見智 不過呢 他真的post 他除了自己 平時的社交網站 有自己的照片 他還post了很多很多 他跟火博士之間的合照 就是有很多地方的合照 都有的 就是出席的聯合科戰 等等 但是 其中一個比較亮點的一個留言 就看到 咦 好像這傢伙真是知道多少 他說 Cenobia口中的心儀對象 就是這個 在韓國來香港的神父 Cenobia在2020年4月開始 在IG跟神父已經很高調地 豬來豬去 什麼豬 什麼豬地說話 原因就是 那時候神父已經辭職了 沒有再做神父 這個神父是另一個人 在Cenobia之前 原來跟神父也有一些關係 那些人就爆了這件事出來 就說 教會中人都看得出 這張通告的寫法就是很奇怪 因為它寫著 湯案書記已批准神父免任 正常的神父職務任聘是由主教任命 不存在批不批准的問題 用到批准這個字眼 即是是神父申請辭職 又由於神父來香港的居留 是因為神父得到傳教的簽證 既然他不再做神父 就自然不能留在香港 因為他韓國過來的 也是因為這樣 2020年的夏天 Cenobia就算在疫情期間 也要去找這個韓國的神父 好了 去到Cenobia回來香港 沒有這個神父陪著他 將情感投射到火博士 不斷纏著火博士 就搞到現在 Cenobia開始看到連登有神父的資料 可能連登有些人爆發的東西 神父這個人物 就開始刪除他自己IG的post 不過幸好連登還有backup 這個留言下面都有幾條link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首先講那個神父的通告 第二就是講一下連登的post 原來有些故事 雖然我都不是盡信網民所說的東西 不知道這些東西 但是這條女兒也是有點謊言連編的 而且她很明顯想做一個受害者角色 給全世界同情 大家一起幫我 說火博士這條混蛋 這樣 其實可能講到最後就是自己不順氣 人家的女兒一發現了 你馬上跟我撇清關係 那我現在是什麼 那又沒有了神父陪伴 完全是抱著你一起死的那隻 玉石俱焚 這樣咯 好了 這節的內容暫時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社交媒體分享 有能力訂閱Patreon頻道 免費贊助 多謝大家 拜拜 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她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